赶快来关注一下2020年的倒数最后两天收盘的行情是如何 今天美股呢收盘最后是十分 令大家感到振奋的非常可能的在今年的年关 最后可以赢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美股收盘的局势 Dowjones呢今天上涨了0.24%来到3409.56点 NASDAQ呢则上涨了0.15%来到12870.00点 S&P500呢则是上涨了0.13%来到3732.04点 今天市场上呢看起来迪士尼上涨的是比较令大家感到满意的 上涨了2.18%是领着道指往上涨 那因为跟材料呢则是这个S&P500表现最好的股类 涨幅都是超过了1% 那我们今天上午在华尔街网报当中跟大家有报道过的 市场上面呢其实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全世界的大局势 那英国现在已经批准了牛津大学跟Extra Zeneca 所一起研发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所以Extra Zeneca呢今天股价上涨多少呢 上涨了0.1% 我想跟大家预期当中的比起来应该是 这个上涨的幅度其实是没有像大家想那么多的 那再来呢就国会这边是不是有可能把纾困金从600块把它提升到2000块呢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了 并没有是完全的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现在Mr. McConnell他使用的方式就是他把多个不同的法案把它捆绑在一起要来表决 所以如果说今天参议员他们希望可以把600块资加到2000元的话呢 同时代表的就是他们要来同意在国防运算案当中要来删除230条款对于社交媒体的保护 以及就是对于美国这次大选当中的舞弊认为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 是不是要进行更多的资源审核等等的呢必须要同意 所以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其实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呢 除了支持2000元之外另外两个都是强烈反对的 所以他把这三个捆绑在一起要来一起表决的话 民主党人在这个权衡之下是一定不可能会投下这个同意票的 所以虽然在众议院这边是已经2000元的这个提案是已经通过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cash法案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 现在不是已经纾困案9000亿的这个纾困案 川普都已经签字已经成法案了吗 那你现在在讨论这个2000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在这个参议院这边通过的话呢 那你在原本收到600块上面你还会再被这个加到满加到2000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之后你600块拿到之后呢 你会另外再有一个这个1400块的支票 用这个看什么方式 是直接支票寄给你或者是转账给你 会把你补齐到2000元去 不过现在呢看起来要把这个跟科技跟选举的要求挂钩在一起来投票通过呢 在参议院这边是不可能会通过的 因为民主党基本上是不可能支持的 那纾困支票什么时候开始发放呢 我想可能在最早昨天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看到消息了 也许你去查一下你的账户在昨天晚上呢 可能已经有600块输到你的账户当中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当中呢 我们会持续看到纾困的支票是以纸本的方式 或者是以转账的方式 转到你的户头当中 那另外呢 美国现在当然比较关注的还是新冠的疫情 疫情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好转 在过去七天的平均值上面呢 就是根据John Hopkins University他们所做出来的统计 美国现在每天至少出现大概是有18万8167例的新病例 这个是美国全国的一个总和 那病例是我们刚刚说到18万 那死亡率呢 死亡的数字呢 现在看起来每天平均大约是有2250例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每天死亡的人数都是超过911当天死亡的人数 为什么要只把911拿来当做一个 这个reference 一个互相比较的一个这个数字点呢 我想对美国人来说 当天的这个惨烈 是如果你是在这之前出生的 请在电视上记得当时当天 美国民众心里面 还有这个周边朋友 在你的这个社交群当中所引起的一个效应的话呢 你就可以回想到当时整个国家是有多么的被震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每天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都是比911当天死亡的人数 还要再多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为什么美国人比较无感呢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各大媒体 他们想要把911当做一个这个指标 就是希望可以让美国人醒过来 这个新冠的情况呢 虽然说现在在我们这个媒体 每天大家报道的过程当中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大家比较无感了 但是如果你要看每天死亡的人数 那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这还是目前在大选之后 目前还是有非常多关于大选相关的这个阴谋论讨论的这个之下呢 这其实不应该被掩埋住 这个是美国目前遇到的一个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公共社会安全甚至会影响到国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最后呢 再来讲到这个交易日 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今年2020年第二天 倒数第二天的交易日 所以非常有可能呢 在明天收盘 我们会带大家来一起看 这个一整年总和下来的情况表现如何 不过非常有可能 主要的股指呢 在明天应该我们可以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单 倒数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上涨 平均起来在2020年的年度上涨6.6% S&P 500呢 应该是可以上涨15.5% 最大的赢家呢 是纳指 就可以上涨43.4% 这是非常惊人的 主要就是在新冠的情况当中呢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科技巨头 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们是发这个等于是国难财 那当然不是说 他们是有这个不好的意图 但是在目前的一个生活形态 非常大的转变的情况之下呢 非常多实体的店面 没有办法开 大家消费的方式呢 也被迫要有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想一般在新冠之前 可能很多人是没有习惯 要在网路上面来买你的生鲜蔬果 或者是你买圣诞礼物 可能还是想要到百货公司去看看 想要摸一摸 这个礼物哪一个 你觉得你比较喜欢 你的朋友可能会喜欢 但现在呢 完全这个消费方式完全都改变了 就是在网上购物 那我想对很多人来说 你可能会觉得 网上购物到时候 如果不喜欢还要退货 这个一整个想起来就麻烦 但是在新冠情况底下呢 就把原本电商 他们所在未来十年当中 他们觉得可能可以达到的进程 就把它非常快速挤压到今年来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纳指 在今年 在明天我们非常有可能会看到 整体的年度的上涨呢 是来到43.4% 几则比较短的新闻 两则跟中国相关的 就是新加坡的当局 在昨天新加坡的时间 逮捕了一名新加坡公民 他是在美国呢 是服安刑了 服刑为什么 因为他是担任中国这边的间谍 他的名字叫做Dickerson Yale 他在美国服安刑之后呢 回到新加坡 又是被逮捕一次 新加坡的内部的安全局 在声明当中就说 将会对Dickerson Yale来进行询问 来确定他是否从事了 不利于新加坡安全的活动 再来呢 就是来自中国的官媒 环球时报所做来的一个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比较有趣的 这个民调的这个title呢 他的题目是叫做 中国人看事件 这当中就问到了 中国现在使用的战狼外交 中国人是不是同意呢 那看起来呢 70%的受访者 都是同意现在中国使用的 战狼外交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将近呢 有8%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在近年来 国际形象有所提升 所以我想 如果今天是在中国以外 来做这样的民调的话呢 可能得到的结果 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尤其在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形象 有没有提升 跟战狼外交 如果这两个问题要 并在一起来询问的话呢 我想可能是不会得到 七成跟八成 这样子一个这么正面的一个数字 那再来呢 就要看到英国首相成生 他今天的记者会当中就说到 英国现在的确诊案例当中呢 有60%的确诊案例 都是新的变种的病毒 就呼吁民众在跨年夜 不要群聚 请大家跟圣诞节一样 在家里面 跟你原本在屋子里面 就有的家人 一起来迎接新年 不要再有这个陌生的 应该不能说陌生 而是原本不跟你住在一起的 不在你的bubble当中的 这些朋友或是亲人 来进行非常密切的 在室内的群聚 那加拿大呢 现在也是寄出了 比较严格的手段 就要求所有大飞机 入境的乘客 在抵达加拿大的时候 都必须要出示三天之内 做的病毒检测报告 如果呈阴性 才可以入境 不过什么时候要开始呢 目前我们还是没有听到 Ottawa这边是有一个 非常明确具体的一个时间轴 所以如果您在 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 您有计划要去加拿大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记得 要把这个时间算好 你必须要去做出检测之后呢 在你搭飞机之前 要可以出示 你在搭飞机之前三天 所做出来的检测 阴性的结果 我想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民众 尤其是在海外的台湾人 要回台湾 其实都已经从过去 这段时间 是对于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 要提出阴性的报告的 这个时间 都是非常的头痛 因为有非常多的诊所呢 他们是 首先他们不一定会愿意 看你是在什么地方 像是纽约 对于这个新冠的检测呢 都是免费 但加拿大很多的诊所 他们知道 比如说像是这个台湾人 他要想要回台湾的话呢 他们会需要出示阴性的证明 对于这样的检测 非常多加拿大诊所 是不愿意做的 所以你可能要另外 自掏腰包去做个检测 检测可能要 300块以上加币 都不一定 那你做这个检测之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赶在 你搭飞机之前 检测报告出来 而且呢 可以在这个时间 落在你搭飞机的前三天 这个是目前 非常难控制的一个环节 所以如果说 要去加拿大的话呢 现在这个也是 你必须要头痛的一个目标了 那再来就是 Tiffany跟LVMH 这个并购案呢 如果说您有长期在关注 我们华尔街网报的节目 的话呢 我想对于这个并购案 您应该是多少听 我讲过 这当时其实是比较有趣的 Tiffany大家都知道 LVMH 这也是一个国际非常知名的奢侈品牌 他们在新冠之后呢 原本所谈妥的这个并购案 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数 而这当中呢 法国政府也是介入了 LVMH呢 这是不是利用 他们在法国的地位 跟他们的政商的关系 来逼迫Tiffany 要再更见价的出售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转折 当然对于Tiffany来说 是不有趣的 不过在旁边 这个吃瓜民众来说 看起来是觉得相对有趣的 那今天呢 Tiffany的股东 就批准了跟LVMH 总价值158亿美元的 并购交易 所以就终于结束 这两家奢侈品牌 长达一年多的激烈的争执 其实说到底呢 这个LVMH 他们是觉得 新冠之后呢 没有人想要买奢侈品 所以我们当时出的价 现在应该已经 不是这样的一个价钱 应该我们当时所 有的共识呢 应该要随着目前的时事 有这个眼镜 应该要可以做一些调整 所以说穿了呢 就是他不愿意 履行当时彼此有的承诺 觉得现在看起来 新冠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应该可以再砍价 那Tiffany当然是非常的不开心 不过现在呢 到最后终于是已经落 这个改系终于是没有脱棚 在这个2020年底之前呢 是落幕了 好那再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川普的几则相关消息 首先就是 我们刚刚说到 现在美国呢 在新冠的疫情上面 是屡屡创下 令人非常沮丧 而且令人非常惊讶的 这个新高的数字 12月呢 是美国目前看起来 疫情最知名的一个月份 有6万3千多人死亡 而且每天的报告呢 都是超过 17万8千例死亡呢 也像我们刚刚说的 平均是有 大约2200多例 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平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川普总统他似乎计划 还要在他的普罗里达的 这个棕榈滩的 马拉拉古的度假胜地 举行一年一度的除夕晚会 这个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呢 目前看起来 我想如果说您是关注 疫情的话呢 可能您是会觉得不太 觉得不太适合 那再来呢 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有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马拉拉古的成员 就告诉新闻媒体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有500个宾客 他们是已经有预定 确认这怎么说呢 就是通常川普他在他马拉拉古 他要举行跨年晚会的话 他是会卖票的 那这个卖票 每张票多少钱呢 这个大概平均 历年的这个经验看起来 大概是1000元 那川普他的团队 当然没有出来说 我们今年卖了多少张票 但是现在根据The Hill 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 根据马拉拉古的成员说 现在至少有500张的预定 是已经得到确认了 所以这个在每年一年一度 马拉拉古的跨年盛会 现在看起来呢 并没有要取消的一个计划 对于如果说真的要举行 一个这样的聚会 是不是有关于新冠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也许是有 但是这名消息人士 并没有告诉The Hill 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 川普会来办这个除夕晚会呢 时间之后可以追溯到2000年开始 就从2000年开始到今年2020年 可以说是已经举办了 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其中呢 2017年有多少人呢 有800人来参加聚会 所以可以说是川普他的亲朋好友 还有他我想比他是这个 之前是商界名人 现在是正商界名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头衔 还有他有的人脉下面呢 在新冠底下相信不可以跟2017年 800人的盛会来相比 但是相信这个会是一个 人气非常旺的一个年中跨年晚会 那是不是就像The Hill的报导 是会继续的在明天上演呢 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再来呢 就是在乔治亚州这边 今天有个最新消息 就是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这个中文翻译叫做 拉芬斯佩格 他在今天就宣布 乔治亚州这边对于签名验证呢 是进行了重新的审核之后 在一万五千张的缺席投票的 这个选票当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 这个川普团队所说的 这当中有非常严重的 舞弊的情势 为什么要来进行验证呢 这个要时间回溯到 12月16号 当时呢乔治亚州的这一名州务卿 他就宣布 在川普跟他的支持者的压力之下呢 乔治亚州要全州进行选举 选票的这个验名的验证 这主要呢 就是针对全州的缺席投票 就是Ubsentee ballot 不在籍投票 要进行签名的验证 他就提到了 当时提到 在缺席的票被记录之前 将不止进行一次验证 签名将会被验证两次 所以呢 今天这个结果又出了 就是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所以 这可以说川普在乔州这边呢 又是再一次吞下了败仗 那再来呢 就是拜登这边的消息 拜登呢 他 我觉得我们在说 拜登的这个消息之前 我们再来继续讲 共和党这边的相关消息 跟这个选举比较有争议的呢 目前看起来就是 共和党里面的大将 Josh Hawley 他在今天上午我们华尔街网报当中 有跟大家报道过 我们当时节目开播之前呢 就看到Josh Hawley在电视上面 的这个转播 是他决定他在1月6号呢 他要来反对认证选举人团 最后的票数的结果 所以这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 是因为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Mo Brooks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 他的立场了 他是非常坚定的 他说在1月6号呢 以他为首有非常多名 挺川的众议员 会以选举舞弊情势 为由要来挑战 国会的认证程序 所以要让这个认证程序 怎么样受到阻碍呢 除了在众议院这边 要有众议员来提出 反对的声音之外呢 在参议院这边 也需要有参议员提出反对 那在今天之前呢 没有任何的参议员 他们是愿意站出来 表示对于 国会认证的过程 他们要进行质疑 或是要进行 非常直接的挑战 那Mitch McConnell呢 在选举人团的这个票数 算完之后 12月14号之后呢 他就说请共和党人 尤其是参议员们 他的管辖 就是参议院了 他说请这些共和党人 大家要顾以大局 为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顾以你自己的私利 你是不是要表现出 你挺穿的这个立场呢 在选举大选的认证的过程当中 这并不是我们应该要 在优先顺序 这个排列的过程当中 排在之前的 你应该要把你自己的 这个定义放在后面 你应该是要来尊重 美国的司法 还有选举的制度 所以就以温情的这个劝说 来劝说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们 拜托在1月6号 不要提出反对的声音 现在看起来呢 Josh Hawley 他是已经站出来 他说他要来挑战 国会认证的行列 那Josh Hawley呢 他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跟Mitch McConnell是直接对决了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还有什么 就是2000块 2000块这件事情呢 我们知道Mitch McConnell 我们一开始节目 跟大家介绍过了 他现在使用的策略呢 就是他把几个不同的 这个政治倾向的方案 把它捆绑在一起 要一起投票 所以民主党他们 2000块重要 还是这个大选重要呢 大选当然重要 所以在这个捆绑的情况之下 不太可能再继续支持 要把600块提升到2000块 那在这个议案上面呢 Josh Hawley他也是 在参议员当中 几名比较少的 是立场鲜明地站出来 表示他支持2000块 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Josh Hawley 他是非常坚定地 支持川普总统 所提出来的各项的这个政策 还有各项的立场 他都是非常坚定地支持的 Mitch McConnell呢 他希望可以顾及 整个参议院 还有他希望可以顾及 共和党的未来等等 那现在看起来 Josh Hawley是对于 Mitch McConnell 这个共和党当中 最重要的一名领袖 所给予的这个方针 还有方向 他是完全不遵守 那其实对Mitch McConnell 来说呢 是比较头痛的 因为Josh Hawley 他其实是现在 共和党那一个 非常闪亮的一个星星 有有人在当时的 这个讨论就是2024年 共和党要推谁 出来选总统呢 除了这个川普 可能要来 重新来选一次 彭斯可能要选之外呢 也有人说到 Josh Hawley 是未来2024年 可能会出来选的一名 非常重要的共和党的 这个一名 目前政坛上面的星星 所以他今天的 这个立场上面的声明 不代表说 大选的结果 最后是可以被推翻的 因为最后还是要经过 参议院跟众议院 两院两党一起来投票 要通过之后呢 才可以推翻大选的结果 不过现在第一步 这个最一开始的 这个关卡已经达到 就是Josh Hawley 他以参议员的身份 他要来提出反对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不点出 部分州没有遵守 地方选举法规的事实 尤其是在宾州 那我在1月6号 我就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昧着我的良心 来投票认证选主人的结果 而且呢他认为 脸书跟Twitter 这些大型的企业 透过这个史无前例的 这个平台上面 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来干预大选结果 来支持拜登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大选也是被偷走了 他没有办法来认证 投票的这个 最后选举人团 投票的结果 所以呢 如果说参议员跟众议员 提出来反对的声音的话呢 国会的认证的程序 就必须要暂停 而且两院的议员 要分头进行辩论 时间是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之后就要纳入 或是摒弃 选票来进行表决 在反对案呢 要在两院都获 半数支持 才可以通过 所以像这个 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 国防的这个预算法案 川普他Veto之后 如果要把它回绝的话 需要三分之二 那如果说大选 议员们 他们想要推翻结果的话呢 基本上是多过半数就可以通过了 不过是不是有可能可以 在参众两院都得到半数以上的支持 来推翻大选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 虽然是有非常 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在党内的盟友跟支持者 现在是有几名出来 表示他们坚定的立场 但是这完全没有办法代表 过半的共和党人 那在1月6号之前呢 我想这个情况是不会明朗的 不过Mitch McConnell他就认为呢 任何反对案成功级律是 为乎其为 最多只是来推延认证的程序 而且他认为这当中会比较难为情 因为非常多的共和党人 他们会被逼到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 他们必须要你either就是 你要来挺川反对大选 等于是你反对了美国的这个 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之下 的这个阴谋论 就是表示你的立场是这样子的 但如果说你想你的选区当中 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坚定挺川 升红的一个选区 选民们他们可能对于 以这个没有民主法治 在背后做基石的这样的一个 反对的动作他们可能是会相对感冒的 就算他们支持的是 他们是这个世代的共和党人 或者是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比较温和的这些支持者 尤其是共和党的温和支持者呢 他们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是不会赞同的 也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党内 比较多大佬的声音 可能会是互相呼吟的 所以呢 这可能就代表大部分的共和党人 他们在最后还是要选出来一个 反对川普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那对于他们自己 接下来要连任呢 可能也会造成部分的阻碍 所以就是Mitch McConnell 他所不乐见的 那就要说回来 这样在国会来推翻大选认证的 这个程序 之前是不是有出现过呢 其实是有的 1887年以来呢 是在1960年还有2005年 有两次闯关的记录 但是都是失败 那在2016年呢 民主党员 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因为没有获得参议员的背书 所以没有办法提出反对案 也就是说 在2016年呢 上一届的总统大选 在众议院这边 是有民主党员 他们是非常的反对 当时的选举的认证结果 他们认为这整个大选呢 当时的说法就是认为 是被俄罗斯 这个在当中 是有渗入他们的影响 所以就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国会议堂上面呢 其实有提出来反对的声音 但是当时在参议院这边 没有办法得到 任何民主党的参议员的支持 所以就不了了之 那现在看起来呢 共和党今年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来进行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 在众议院跟参议院这两边 都已经是有共和党人愿意站出来 来推翻这个选举最后的结果 那是不是可以成功呢 目前是还 这个看起来机会不大 但是在最后关头之前呢 其实谁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判断 那再来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 这个是The Hill 昨天的一个报道 代表德州的这个参议员 众议员叫做这个Louis Gohmert 他跟一群亚利桑那州的 共和党人的律师 在昨天的法庭文件当中披露 副总统彭斯 拒绝了他们 就是拒绝他们的邀请 来加入他们 来颠覆选举的结果的一个请求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彭斯他其实 在11月3号之后 他其实在态度上面 跟川普 看得出来是越化越开了 虽然在表面上 他还是都是说 川普他是绝对有他的权利 来使用任何法律的途径 来追寻一个 非常公平公正的 并且令人心服口服的大选的结果 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论等等的 这样子的讨论呢 他其实是非常洁身自在 他不愿意被拖入到 这个泥沼当中 所以在要推翻 整个这个选举的结果 彭斯他目前看起来 他是不愿意加入的 他的立场呢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这所有 对于大选舞弊的指控 没有办法提出实证 如果这都是一些 阴谋论的这个论点的话呢 他不愿意在这当中做背书 他也不愿意被拉下去 这当然是看起来 他比较爱惜他的羽毛 这一次他没有办法 继续了当副总统 不代表2024年 他不可以卷土重来 来选美国总统 所以现在这个立场上面呢 非常有可能在1月6号 我们看到的是 他并不会做出任何的反抗 他应该会来支持 整个认证的过程 那最后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加州一个联邦 上诉法院的何议庭 就阻止了 川普政府试图推翻 洛杉矶法官监督落实 佛罗雷斯合议协议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裁定 父母在边界闯关入美国 被逮捕的移民儿童 必须要尽快释放给他们 在美国的亲戚 不得长期居留 那川普政府呢 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非法移民 其实是采取零融耳的态度 就算是未成年的幼童们 跟家长之间呢 要把他们分开来 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诟病 当然对于他们的父母 是不是非法的 这个跨越国境 来到美国 这个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 把这样子的一个 金氏 为什么要非法入境 如果说今天 我们先撇开来说 就是比较福利方面的 或者是人道方面的 这个救援不说的话 今天要来到美国的这群人 如果说他们 是在他们自己的家园 非常安居乐业的话 他们干嘛要 冒这样子的危险 到美国来又没有身份 没有任何的保障 没有亲友 也不熟悉美国的这个土地 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 那一定是他们 在他们自己的原生国家 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对于这样的家庭呢 当然在法律上面 他们是非法的 他们是非法 跨越了美国的国境 那是不是应该要在 这个情况之下 再分拆他们的家庭 尤其是把这些未成年的 可能三四岁的孩子 把他跟父母来分开呢 这个其实在人道上面 是引起了非常多的 负面的讨论 那现在看起来呢 在加州的联邦 上诉法院的合议庭 现在就是对于 保护非法 移民孩童的权利呢 现在是给予了一个 比较友善的一个判决 不过川普政府 从2018年开始 一直是希望 可以来终止这个合议协议 理由就是呢 如果说可以把家长 跟孩子分开的话呢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非法过境 你可能有的下场 就是你的孩子 你永远都找不到的话 那这样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组合的理由 让你不敢来 跨越美国的过境 但是这样的处理 是不是一个 美国是全球在 民主跟人权上面 领先的一个 还有法治上面 领先的一个国家 应该要有的一个策略呢 在美国其实是有 非常多的讨论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 昨天上诉法院的 这个最新的决议 其实是引起了 比较多正面的一个回应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下午的北美新闻 我是唯人 那我们明天呢 就会进行我们年度 最后一次的 下午北美新闻 那我们就 明天再见咯 那今天呢 在我自己的个人平台上面 来为官 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2020年 在科技的领域当中 有哪一些 比较重大的新闻 哪一些是值得大家来回顾的 那就请大家在晚点 要来关注我们的 来为官平台上面的 来为官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晚点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